Hong Kong Ai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 Testing Testing 123 有没有人听到呢? 当然听到了 因为时钟开麦了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开麦 有我Peter和Rita Rita 你好 Hello Peter Hello各位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香港台的开麦 很高兴和大家继续在香港人的主场 以不同的角度继续为香港发声 来到星期三 你不能说疫情过去 但是同样地工作 上班、煮饭、吃饭、睡觉 这些每日生活中会发生的大小事 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 Peter 今个星期天气又回暖 又回暖 那家里又不是会有很多家头事务要搞呢? 都算是 但是其实大地回春的时候 我们来说 背景那里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种植的植物 开始某种 再加上 要可能开始打理后院一些 飘下来的种子等等 但是说开每一个人的家里面 我反而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发觉 就是我们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延续 一个隐身 我们很多时候 好像这些时间 我们会回去看自己的 那间屋里面的范围 很少去看别人的屋里面 或者最多都是指手画脚 或者说别人 那些树生都过来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去关心 又或者去看一看对方的情况 或者是怎样的 这种伦理的关系 我越来越见得很多 无论是住屋里也好 或者是住屋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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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住屋里也好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去批判隔壁的人 但是很少去赞同或者去理解 那其实说开 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 也是跟这个有关 迟一点点 他上来的时候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呢 Rita? 有两体的 因为我自己 你说说是轮舍这个关系 我这几天都有一些感触 首先第一 就是我自己家对面的邻居 她虽然不是在我旁边 但是因为那位邻居的女儿 她和我是同一间中学的 我们还要同年龄 虽然在学校其实不是很熟 但是始终隔壁的论舍 一定知道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 还有这样也会有两句 那她昨天就终于搬了 那是说我的邻居是1993年已经在这里住 那我辞她少少 就是辞她好几年 但是就是说过去20年 那么多年都是对着她 大家互相看着对方的大小事 我们家人看着她结婚生子 她又见证了我妈妈的离开 他们都 当时我妈妈走 他们都很关心我们 又过来送食物 又送花 那我姐姐都很不舍得了 昨天我姐姐很感触 那我个人可能偏山慢手脚一点 当然有感触 但是我姐姐是感情感 她会说 我妈妈认识最后一家熟的鄰居都走了 因为之前旁边有另外一家 他们两夫妇因为年纪大 搬入老人院 他们的女儿就买了一层楼 虽然也是有保持联络的 那位邻居 甚至我妈妈的喪事也有做白金 但是真的不同 都是那句人走策略 你说新的邻居好不好 老实说就视乎什么人 我也直接说一句 大陆搬来的人 真的不知是文化差异 还是什么都好 真的有时候不出声 教训不行 有很多的柳杂 尤其是我住的小屋 我们有很多所谓共用地区 比如那些共用的马路 或者一些绿化的地方 有时候真的要教训一下 告诉他们不要随地吐痰 不要随地丢烟头 垃圾要收拾好些 不然垃圾收拾得不好 你家里有鼠患 甚至有其他东西 你影响旁边的邻居 这些就是 你很多在这里生活久了的人 估计他们是否本身是加拿大人 还是搬来的移民 通常大家都不用说这些东西 画得出场 我也很老实说 大陆来的那班 真的这些位 有些可以的 他真的不熟悉 你跟他说过 吓吓吓吓吓吓 他也很了解 但有些真的要开声问候 这些很遗憾 也希望 就算不和这些新闻居成为朋友 也希望 至少可以和平共处 至于你说 像Peter所说的 例如住大厦 更加不用说 升降机都用同一架 撞口撞臉 我很久没有住过大厦 我不是很清晰 但是我反而 我记得 你说到轮舍关系 我反而想回香港那时候 过去两年的运动 我反而 认识了很多人 是在这方面更亲密 我反而认识了很多人 是会在街上 所谓老土的说 打牙咬 聊天 大家排队去黄色市集的时候 你知道香港人 打死都不说话 前后左右等巴士人跟你说话 你宁愿假扮看电话 反而这种街坊 或者遇到其他香港人的对话 我反而还觉得这两年多了 但是在这边 我就不太敢说了 你也知道这边 什么人都有 战狼有 小粉红有 身怀香港的香港人有 但是同样地 都是深藍的 所以反而在这边 我就不会乱开口了 因为真的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人 我宁愿自己坏一点 我以小人之心 去度别人的空腹 我就宁愿觉得那些是小人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说 什么影响到我家人 嗯嗯 其实 好像你说 在香港的情况 很多时候 当然 因为这两年 这几年发生的 社会运动的事件 所以变了你很多同路人的时候 大家都自己有 话题多了 大家研究的也多说多了 起码有个冰箱在这里 但是相对于好像在这边的话 反而我觉得是一个 时代的转变 因为为什么呢 早二十几年前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我们跟轮舍的关系 其实挺好的 我们对面 有一对老的夫妇 白人的夫妇 他们是律师出身 他们很轻盯着我们家里 发生什么事情 会邀请我们去他家里 喝杯茶 甚至那时候我做暑期工 要卖东西 他也是其中一个客人 但是他年老 搬走了 来的新邻居 都有点头 都有跟他说你好 但是 没有了那种亲切感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是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那个要点 有没有那个 motivation 或者有没有那个誘因 去令到大家可以 有一个icebreaker 让大家都可以有共同话 有时候没有 真的没有 还有香港有时候 可能现在 那个关系那么紧张 和政府 或者可能和其他型 派别的人 颜色的人也紧张了 所以令到 同一个阵线的人 是更加紧密的 我自己会觉得 是呀 亲的就更加亲 不亲的就更多猜疑 你说可不可懂 当然有 譬如我自己说 所谓的派别 论舍 朋友关系 我家人很多男的 但是他们都是那些很温和 从来都不会 说话难听 或者侮辱的人 但是我自己就认识 有个朋友 其实现在想起来 我都很不开心 因为我个人 我自问是很挑剔的 还有我交友 都不是那些 我不是那些 会随便一群人出去吃饭 性格自然 你叫我一群人出去吃饭 我就觉得 那道不同 大家点头 聊聊天 无所谓 但我不是那些 需要一群人一起玩 才觉得这些叫开心 这些叫友谊 这些叫友谊 从来读书到现在 认识 我是很欣赏的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好人 有意气 教育程度好之余 但是不是那些 就是拿自己家里的东西出来搭 例如说 我很有钱 他家人是党员 但是以前过去的交往 你都会觉得 他也是一个 懂得思考的内地人 而且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 所以他的广东话 他不跟你说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内地人 没有口音 而且你会觉得 他是理解香港的状况 他会了解这个城市 他毕竟在这里住了很多年 又在英国、欧洲 那样做过东西 流过河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见识 是那些真是所谓 新的一代 是一些令到你觉得 中国都不是一个很垃圾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这些人的存在 但社会运动之后 不单止是我 他身边有一班 很多我认识的 或者不是朋友 但大家都是同一个 就是类似 学生组织 或者大学团体出来的人 每个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是完全 有一种令人 尤其是现在说的 都已经不是去到831 是说之前 只是出来游行 或者倒下路 都没扔玻璃 老实说 那些什么傅林扔玻璃 什么都没发生 真是倒下路 他是完全在这 为什么一个这么有学悉的人 突然变了拨户麻戒 是口出所有 你可以想象到 任何侮辱性的说话 去踐踏年轻人 去踐踏他曾经大学的大学生 我忘记了他说 大还是中大 他经常说 什么以他为此 那你就烧你的计划 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 基本上一句说完 我后来发觉 为什么呢 原来因为是这样的 人家做i-banking 人家做证券 做炒股 那坏点说一句 应该是场运动 搞到他可能 手头上的资产没有 我不知道多少个百分比 但是完全 他老公是加拿大人 然后他就 享尽了民主社会的福利 我当时很心痛 因为我很想和他保持关系 但是我发觉根本没有可能 他是唯一一个 我觉得决裂到 根本没有可能回头的朋友 我相信他也是同样的心态 因为他觉得 你旺到这样 我怎么知道你会把我解释 我还要在他婚礼 出过的历 我认识他有些家人 我难听点说 我大约知道他家里住在哪里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割席了 我那些什么 Facebook LinkedIn 任何社交媒体 全部割掉 我不想他找到我 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想法 不过是我主动做的 你说我蛇轨也好 我现在每次想起都很心痛 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尊重的人 很欣赏的人 但是我觉得是回不了头的 这是我唯一一个这样想法 所以你说如果 这些都叫朋友 起码你不是每天见着 但是你想想如果是隔离轮社 你弄得这么僵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很难面对 如果真的是隔离轮社 根本不错 不要说政见 我当你其他小事 例如噪音 很多使用权之类的东西 有时候真的抹了面子 你都不知道怎么走回头 是啊 特别是如果 如果噪音 你撞回他又不是 你大声过他又不是 是不是 他在缝机 没有理由你大声过他 那么我们先喝杯咖啡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讲一讲 回望回香港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倫理关系 在我们的经验之中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转路见 待会聊 位于感受中华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过50款名牌轮圈和车胎 以供选择 为庆祝17周年 现在提供200套轮圈套装 以特价优惠同路人 发短信去416-709-8651查询 Signal或者WhatsApp都可以 有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有东西 有东西想寄回香港 3元1磅 问去哪里找 你没听错 用BuyShip速递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门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还可以速递去中国 东南亚 澳洲 英国等地 有东西要寄 就来感受中华 找BuyShip Dubb 如果你睡醒起身 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适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集固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软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令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 出现胸褥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支撑点如 头 肩膀 臀部 章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晚晚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师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咱们知道 请拍拭 试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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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是不是相信 看到的 因为裂周 錄音室不單只有我們兩位 我們今天很榮幸我們請到一位重量級嘉賓 因為我們經常說我們的薯仔沒什麼人理 很多時候人情牌都洗得盡 周圍去問一些有識滋事 叫他們上來跟我們開麥克風的觀眾聊天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曾建超區議員 真的很開心 因為很難得找到一位仍然在香港從事地區工作 以及對香港的事務是每天都有貼身體驗的 一位人士麻煩曾議員和他的街坊 唐唐唐也是我們上來我們節目 我們叫他初號機那位 初號機你不要介紹你自己了 我們留一個機會給Ken哥和曾議員介紹一下他自己 麻煩你Ken哥和我們的聽鐘 大家好我是Ken曾建超 你那些形容我不是很認同 除了重量的掌握 因為我重量 因為年期間吃多了 肥了 我是Ken曾建超 九龍城的區議員 到現在六月初 也是一個民選的區議員 不過大家認識我 可能不是因為區議員這個身份 而是因為幾年前雨傘運動裡面 我就是那個七警案的事主 就是當時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有一晚大家叫做暗角打獲的時候 日出的警察把我抬去一個暗角打了一輪 而最後就有一個 叫做警暴的事件出現了之後 就是這幾年其實很多司法程序過了 而我的個案也是少數能夠將警暴問題放大 承之於法 雖然說的是七個警察 都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間來了一條襲警和拒捕被判監一個月 不過今時今日看回 五年前六年前雨傘運動的這些警暴 比現在香港 在譬如這一年反送中條例裡面 的大大小小的警暴 就是完全來不足道 不過我們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將警察濫用權力 濫用暴力的時候成為主法 我也都跟大家香港一樣 可能已經覺得沒有機會沒有希望 因為香港的警隊已經淪落腐敗 不堪或者警察投訴制度 或者香港的司法制度 也都存在太多漏洞 令到涉事的人是不需要負上刑責 但是反過來 很多無辜的香港市民、學生、和平示威者 也都不明就慮 或者被砌山豬肉地送上去受審 送到監獄羅況裏面 所以其實這幾年香港發生的變化真的大 或者很不堪任務 沒錯 我很記得當時看2014年的時候 我也是在香港 我很記得 胡椒已經噴胡椒 大家已經覺得很大件事 天天早上班也跟朋友和同事說 你昨天有沒有看法發生什麼事 到這兩年不用說了 我們已經進化成為一個 懂得如何處理這些警暴下受傷的一個城市 其實是很不可思議 我又在這裏問Kent 其實當初你都經歷了這麼多事 你除了在 直接說身體上你受過這些苦楚 你精神上也有很多困擾 更加不需要說他們不同的方法去抹黑你 去騷擾你 去打擾你所謂的平靜生活 到今時今日你仍然 堅守崗位繼續 以區議員的身份為香港人服務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氣 因為我自己試過 不要在街上跟別人咬一咬 我回去都手藤腳陣 真的很想問一下你 過去這段時間來 有沒有曾經真的試過 在這個勇氣和所謂比較令人舒適的人生之中 掙扎過 有沒有覺得其實我可以不太辛苦 我又沒有特別掙扎過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賴命一條 其實我在二散萬怒開始之前 我抽了一年時間 丟下了社工份工 我去了南比流浪 背包了一年 中間是Hatch Hiking 截上風車 睡街 睡火車站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我的個案很微不足道 很無關痛樣 講到痛的等級 或者是身體受傷害的等級 當你看回這一年裡面 真是勇者 真是無畏無敵的大把人在 你看到十三四歲 走上街頭對抗警暴 近距離被警察開槍 被嘔打 被警員跪頸跪頭 或者每一個人都踢到不同的崗位 有些人是在文字最前線 有些人在攝影最前線 有些人是做救護的 每一個崗位的人都很勇敢 可能你看到很多片段 就是當警察 水炮車亂射 胡椒噴霧亂放 布袋彈 催淚彈 什麼東西 他們都拿個網球拍就上街 拿個碟仔就上街 幫忙砲救一些催淚彈 那些更加多勇敢的人 而且我講的 不僅僅13、14歲 七老八十都大約是不錯的 我現在在碼頭圍這個區做區議員 我們的區本身都是年紀大一點 長者多一點 因為本身那兩個屋邨都50多年歷史 是的 我記得其實運動期間 譬如我們之前有機場的和理室 或者很多次街角的活動 其實有幾個七十多歲 六十多歲的長者街坊 陪我一起去做 而去到最後 大家叫走 他們才因為自己年紀大 為了先走 大家還是送他們坐車還是什麼 但是太多人很勇敢 譬如我講的 我說我一個街坊 她九十多歲 那個女兒七十多歲 九十多歲的媽媽沒有上街 但是長期會留意著所有時事新聞 幫忙做一些傳訊式短訊的事情 她七十多歲的女兒 每次示威都會在街 我經常都會在街中 但是很特別的就是 她不是你看到的平時 以為示威者穿黑衣服 或者T恤、學仔褲、波褲 她穿得很適合 因為我問她 她說她的理念就是 她年紀大 她充滿不了 不過如果要散水的時候 可以幫忙帶走一些人 警察多數會不理她 只要她拖著一個年輕人 走去坐車 警察就會放她 她就說這個我孫 這個我兒子 這些人就會放她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崗位 沒有微小 沒有不重要 就是大家站著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角度 做不同的事情 而我只是這麼巧 尤其是這一年 跌了一個崗位 就是做議員這個角色 負責多一點資源上的分配 所以我仍然都希望 透過現在列子這個新委 做到一些政治上的帶動 或者捍衛香港人 利益、人權、各方面的工作 沒有高低資訓 或者沒有偉大 或者不重要、重不重要的資訓 當今時今日香港的高氣壓 或者白色恐怖這麼厲害 每一個崗位的人都很重要 你看到社工老師 或者不同政府部門 或者甚至可能一個小販 每一個人都背負著不同的使命 或者歷史的責任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其實直直冒命 或者大家沒有留意 不在鏡頭之下 不繼續奉獻、不放棄的人 才是最極的、最偉大 嗯嗯嗯 非常之認同啊 曾議員 其實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叫了Kent 我們答案 改不了嘴 沒有東西要爭議 其實Kent你覺不覺得 這一兩年 加劇了我們去理解到 社會上的顏色的分明 或者大家的立場的對立 因為如果你說雨傘運動在之前 其實大家都可能意識形態都很模糊的 好了雨傘運動一來了 開始已經比較鮮明一點 可以能夠界別出哪一群人 會是屬於哪一邊 但是那時候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警暴的事件 發生在你身上 以及朱警司 開始我們對警察印象改觀 去到這兩年就更加加劇了 我們變成一個對立的形式 我自己想其實沒有什麼存在什麼顏色 就是一開始也不是黃絲的人叫自己黃絲 藍絲的人叫自己藍絲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源於對創 以及是非黑白的 不過大家尤其是你看到原來站在正義這邊 或者做錯事的人 更加要灌予其他官免投降的警號 其實什麼忠誠勇藝警察那些口號 不是對我們說的 是對他們自己說的 他們自己麻煩自己或洗腦自己的行為 正如藍王也是一樣的 其實藍都不是一個一致性的價值觀的 只是一群利益追求 或者微貢、奶貢的人的一個集體統的政政 但是你看到如果反過來是黃 就是的 現在無論是黃色經濟圈 或者對於政治理念 對於一些自由盟主 一些普世價值觀的追求 他們都很一致 但是藍我覺得不是 純粹是一群合子俊給自己的名字 然後你問那些藍絲會不會 是不是那個藍絲很驚訝 告訴別人自己的藍絲 我想九成都不是 除非有利益 有什麼所謂的 有什麼KOL 或者要在無線做什麼的人 說起這件事 突然想起一個搞笑的 有個朋友跟我說 其實他有個朋友跟李子敬很熟悉的 李子敬自己口口聲聲在一個私人聚會 跟別人說 其實他完全不相信他所說的所有事情 他在Facebook發表的所有撐貢 踩王的言論他都不相信 他出來賺錢而已 那時候我聽完就是 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出來賺錢 但是有時候的事情就看你的底線去到多少 我又覺得好像Kent所說的 很多人都可以很大聲地去表達某些正義 但真的在他那群人面前 他最熟的群體面前 他有些東西都出來了 但是我們起碼 我們站在另一方的 從頭到尾都不需要很害怕地跟別人說 我支持誰 我不支持誰 到這個時候 我們就去廣告先 回來我們繼續問Kent一些比較生活化的東西 比如我們說回剛才的輪舍 也說回Kent平日的工作 以及其他日常 待會見 Hello 我是珍珍 支持鄭健基和Fiana Yellow 多倫多開台 我乘香港台香港人主場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人主場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人主場 喂喂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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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有沒有聽到呢 當然聽到啦 因為時間開麥克風了 歡迎大家回來 開麥克風 繼續有我 還有Rita 这里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不是呢?Rita 很开心,刚才Ken说了我们 我们开麦有时其实我们是很轻松的 这点我们有 我们曾经有些听众在YouTube那里说话 两个主持可以说多点,说深入点 我们不是不说,我也很老实说 我们香港台的立场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们也不想每一个节目变成 永远说回同一个题目 我们当然也会看回同事当日讨论些什么话题 所以我们开麦是 或者也可以直白点说,我们是属于比较轻松的节目 我们说回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但是我们又没有 骑来到那些同行团来说,我们不说政治 因为这个不可能,生活一定是包含政治 你交得税,你作为一个市民,你乘车,你乘车 你生活,这件事每样都是政治 对,说到所谓生活就是政治,我们又问问Kent 刚才你也说过,你服务的社区码头位 是一个年龄比较老化的社区 我记得初浩也跟我们说过 他说他居住的单位是 真是很早期的 公屋建设,就是进去 没有房的,是开放式的 但是他经常跟我们说他家里多么通风 我爸爸的背份一听就说 哇,那些人是有钱人 有钱人区来的 然后很鬼好住的 想问一下你就是平时在所谓生活和工作这方面 在一个这样的社区 现在有这么多政治分裂 我想难处一定有 你有没有一些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才说了其中一个故事就是 就是年纪大不一定是政治上参与 或者动人少 仍然可以走到很前 他自己定到自己的岗位 我再说一点就是 譬如我这个选区包括两条屋邨 都本身50多年历史 一个就是码头围村 一个就是珍善美村 我想过初浩的家里的确是很好 风凉水冷 不过50多年历史 即50多年前的洛城屋邨 当然有一定程度上的残破 但优点就是 这里其实是超级黄 正宗大黄的 在九龙城区里面 在市区里面的公屋 所以交通好像很不错 门离过海 其实这里去搭任何一架隧道巴 去到洪水口都可能10分钟之路 再加上未来六月底就有其中一条地铁线 我们叫团马线的通车 所以这里又会有地铁站 不过今时今日的香港 真香港人就少搭地铁的 我的年代还叫地铁 现在叫港铁 但现在大家全部都叫港铁的了 因为太子站 因为八三日流太多东西 令香港人其实鄙视这个机构 不想给钱落购 给钱落购 但是我说回 是因为屋邨本身的历史内 你可以想象就算是十岁搬入来的 五十多年其实都六十多岁 所以街坊的性质人口老化 老化自然有多其他问题 譬如他们未必好像我们年轻人 我不是年轻人 中年人或者我们其他年轻人 或者学生能够掌握时代莫薄 很多问题懂得上网找答案 或者透过网上预约 去处理一些政府要他们做的事 所以可能我们要帮忙的就是 老人家他想 譬如可能约看医生 或者申请上约卡 我们要帮他上网做一些申请 又或者 或者可能再简单一些 很多老人家现在开始需要 转用智能电话 和家人通信WhatsApp 但很多老人家因为老了 其他问题 就是未必懂得放大个电话 在里面的字 或者看不清楚 或者有时 当他在家上网上不了 或者用不到电话某些功能 他们但是 子女又很多时候背带出去 没有在一起住的时候 他们都会就近来找乙扮帮忙 帮我看看电话怎样 按某些东西 我们都会帮忙做这些事 而现在呢 我们其实以办得意就是 我们这几个月 这半年 我们由开始做飘书 到很多朋友乘了捐书出来 捐了很多玩具 捐了很多小朋友用的车 就是三轮车或滑板车 推那些油烦性的单车 我们收了很多 我们白市署门口 是一个公园制 现在我们就放了很多车车 在那里给大家玩 这个就是因为 我都惊讶香港人很好 很有公德心 还有很环保 希望有些玩具 自己的小朋友长大了 不适合 都不想拔掉 这样就捐出来了 第二就是 香港在经历一个很大的移民前 很多人离开 离开 比如我这个区 马头为 其实除了公共屋村这部份之外 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是 阿加路街 多发道士太宁道的私楼 是说有独立屋 就是像九龙堂政策 还有一些豪宅 他们移民 就把小朋友的玩具和车车捐出来了 所以都是 我们白市署 现在最多的就是车 昨天最多的就是书 很厉害的 可能我Facebook之前出过一个帖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车车捐下来呢 接着我们整个白市署门口 整个车队 我们昨天收了一个 嬰儿玩的法拉尼车 很漂亮的 我很少见那么漂亮的 那些嬰儿车子 我们这个岁数 如果当年有这些玩具车 是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允许到这些玩具车 现在这个年代如果有那些车都应该不是平 不是国产货 不是整个车的 但是我们尝试做的就是 除了整治之外就还有些资源再分配了 就是帮街坊 尤其是你知道香港疫情关系 大家小朋友很多年班都不用上学 或者面秀课堂少了很多 但是小朋友成长就要放练 就要活动就要成的了 很难长期运在家里 所以我们办事处的外面的公园 其实多了很多小朋友 我们希望他们都可以开心点 没错没错 尤其是现在疫情关系 令到你的工作某个程度上 也多了很多不同的范围出现 另外一件事我想问 因为码头围的这个地方 令到最触动我的神经是当年 曾经有些旧楼 倒塌的那件事 其实现在这个也可能是你的其中一个工作 去看看有没有一些 楼宇 好像是Rita之前问过我 你说对于码头围的认识 不过我澄清一点 你说那个是码头围到垮楼 但是码头围这一带 或者土耕环这一带 有两条主要界分 或者穿过码头围这个area选区的路 一条就是码头围到 但是码头围是很长的 码头围到 去到红磡那边都是码头围到 而你说的垮楼 是近红磡那边 跟这个选区隔了两三个选区 我有部分街坊我认识的是 因为码头围到 10年前左右 这个旧堂围倒了 就搬过来我们这个屋村 就是林思义的迁势 但是 我们当然这边 也有其他旧楼的问题 但是就不是美港的码头围到 是北帝街坛公道 但是都没有那么严峻的 他们正在经历收楼的阶段 我想 其实经历过那个垮楼事件之后 这10年8年 屋宇处和政府都紧张了很多 有做定期有做一些 坎坎策策略 如果危留一早就 收到维修令 消防 我们这个旧区面对的问题 就是 我说北帝街坛公道 一些旧式的大厦 他们本身有很多 因为旧堂楼 业主就会把单位 各开6个各开10巷 变成劏房很不同的 我们就是 帮街坛的时候就发掘很多 劏房堂楼的问题 比如可能 低收入申请中用 或者其他 资源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比如 如果有 商户捐楼八糕给我们 过年 我们就 继续家族会送上 劏房的大厦 和天堂屋道派 那些有需要的人 但是 他们现在 其实因为我刚才说过 这个区 未来有两个 地铁站会开通的 一个就是 送网堂 一个就是 土瓜环 而因为 附近有地铁站 其实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这一条的 团马线 以前叫沙中线 起的时候有很多丑闻 钢羹 沉钢 流雨烈 经历了这些事情 如果他都不是危流 没落 就正常都没落 不过 他们现在要面对的 就是收购潮 因为开始 未来会有地铁站 他们的地段 就值钱 发展商就收了 他的地 买楼 起楼 所以 现在他们正面对 一些东西 是收购 重建 以及可能收到 补书署的维修力 消防力 我们正在帮忙 他们面对这些问题 真的可以想象 Kent 真的每天 什么难题 什么议题 你都要 但同样地 你会是 你会是 这个 你会绝对 成为一个专家 因为有很多东西 都需要你涉猎 甚至很多 我相信 都是顶硬上 到时一路做一路学 是 我和同事 其实我幸运我们有很多同事 全职兼职的同事 手足 兄弟 帮忙一起做 没有一个人是懂的 其实现在这个年代 你不需要认识很多东西 问题是 你肯学 你肯上网去查就行了 什么不懂的 我跟街坊都回答的 我们不懂的 不过我现在上网 帮你查一查 看看是怎么做的 还有 没有东西是可以很掌握的 就算是政府的部门的人 或者高官 他们都不掌握 因为他们 招令值改 今天推这个政策 明天改 今天有这个基金 维修 后日就不同了 玩法 所以所有的都是 就是 拒说了算 我们就尽量查 尽量帮大家 解决 不懂的问题 但是 我不知道你们对上一次 回来香港 是多久了 或者可能你们都留意到 新闻 时事其他东西了 香港 不是你认识10年 就面前的香港 这些东西 现在全部都是 就是亂来 就是所谓的制度 是 很小朋友玩泥沙 就算是 在区议员 那个架构 层面去接触到的东西 在议会里面 比如你有些东西 以前呢 可能很简单 加价 你需要经过某些 咨询架构的 要同意 要什么都可以 但现在都已经不是 政府经常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行政主导 行政主导就是说 行政主导或者行政会议员 他们说过就是 所以 我们最新香港人 就是打个凸的就是 一向原来说 疫苗 复必抵疫苗 15岁以下不能打 现在政府 跟有关方面谈完 说可以12岁以下 12岁 以上都没有问题 12至15岁的都没有问题 为了要谷针 所有东西都可以招令直改 忽然间 以前有问题的 忽然间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我拿个专家 拿个 亲共人士出来说 他另一段东西 又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呢 尽量做 明白明白 不如我们首先 喝一口水 稍后回来 我继续跟Ken去研究 多一点 有点关于地区民生问题 以及 看看他在议会里面的工作 稍后见 Hello 大家好 我是蓝益邦 支持 鄭敬基 和Fiona Yellow 多伦多开台 我支持香港台 Hong Kong Station 香港人出售 Hong Kong Station 喂喂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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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有没有人听到呢 当然听到了 因为 是时间开麦了 回到最后一节的开麦 继续有Peter 和Rita 在这里 亦都有我们的嘉宾 Ken 在这里 我们也要问他一些 关于他工作上的问题 Ken 你觉不觉得 现在的政治气候 或者气氛 其实相对于你作为一个 区议员的工作 越来越多 不同方面的限制 是的 如果回到区议员的崗位 我们本来议会有很多空间 是 例如去 议论政事 批评政府的政策 因为区议会本身是一个 咨询架构 今届因为 民主派 或者非建制派的 大胜 政府 作为进一步 收集所有区议员 或者区议会 可以有的職能 每一次都搬回 区议会条例 不议会条例 说你可以做些什么 不可以做些什么 但绝大波数就是 以前可以做的事 现在不可以做 比如 你也想不到这么方便 比如说地铁 当你说 他说跨了区的 不是说九龙城 你说 上环 或者说哪里 因为你说地铁 说巴士 多数 是穿越一个区 就会去 譬如你 你不能坐车去九龙城 对吧 你常乘去对面 他说跨越地区 就超出了你的权力 他可以不回答 他可以不回答 甚至可以禁止了 不让你放在会议的计划上 或者你用主席 用权力 是放在这个计划上 去到那个位置 就所有人拉队离场 被书署不帮你做记录 在下一次出的会记录 抽起这部分 在其他地方 例如 可能不发放资源给你 不帮你出某个月的租 因为你做的事情 是不适合他们的心碎 很多是很夸张的 有些是完全没有正义性的 都是这样处理的 例如说 我们没有遇过 今届会不给 但其实这么多年 这么多届都给 或者今届 在建制提出的时候都可以 但我们提出的时候就不可以 其中一个就是 讲最低工资 我们希望在区议会 检查最低工资 督促政府 再重新检视 最低工资的政策 不给 所有的都收了 更加不要说 以前可以做到 无议立法会 或者区议会 都会逢六四的 密哀 或者提同意 提都不给提 全方位的风策 这些都是 一些很不理想 或者很利谱的状态 说到资源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刚才说得很对 除了剪资源之外 亦都是 同样地 他好似预计 一些区议员 就算没有资源 都可以仍然提供 他们应该做的事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就一向有留意开一个 土瓜环的地区组织 叫维修香港 维修香港 做了很多 基本上应该是社工才做的事 我就忘记了是维修香港 还是另一个相似的地区组织 曾经说过 他们的工作 的应受性已经高了 是会有社工去提供一些 他们搞不好的案例 或者他们觉得 做到的案例 但其实 人家由头到尾是一个NGO 是一帮街坊自发性的组织 你刚才说过之外 我突然之间 真的心有所感 就是觉得 又要剪较你budget 又要剪较你资源 但期望你继续为街坊服务 很说不通 一边收责 一边继续鞭策 你要向前走 我也很留意维修香港 他们真的是一个做得很好的团体 不过我容许我一点点解释 我们正常说的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 老人家分析组织 都可以有两类的 而我们一般理解的NGO 是拿政府资助 透过不同方法 譬如可能是赛马会 那个奖劫基金 或者社署的间接资助 运修香港不是这类的 运修香港是一个自负荣规 自己去做筹款 可能它在市场有行 七一街站的筹款 而帮老人家 旧区去可能换一把风扇 或者维修的慢戏机 还是热水路 他们没有一些途径是拿政府资助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更加困难 更加艰苦 更加厉害 那的而且确 为什么说很多 拿政府资助的NGO的社工 都会找到香港去帮忙呢 就是因为市面没有一些NGO或者团体 是可以说 押老人家 那个风扇坏了 你去帮他看看 整个风扇 最多可能是帮他 试下申请不同的基金 去给那个风扇钱 正常途径的基金都可能很难 但是你知道 当所有的援助制度化之后 其实有些帮助是很难的 很直接到位的 而我看到维修香港正正帮助这些问题 尤其是维修香港是基于 荷陷土坡园区 他们本身原子的位置 其实都已经面对收购重建 其实土坡园区已经收了几条街的了 在洪福街那边 所以他们都要调遷 调整带 但是他们做很多很 extra 但是又是反过来这样说 这样想 因为他们不是拿政府资助 所以他们可以去得很前 去得很尽 而且这些东西做得很到位 当土耕华红瓦面对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沙中线沉降什么什么 我记忆很深刻就是去年还是前年 万圣节 他们将整个自己的办公室的铺位 布置了是一个挡铁经营 就是用万圣节来说 究竟党铁在起的时候 那些沉降问题对旧区的影响有多大呢 那些影响是恐怖的鬼的 当你回家看到整个墙身有裂痕 或者短章或者什么 那他们如果是一个正常 拿政府资助 拿社交资助的NGO 就不可以做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做得很辛苦的艰苦 但是做得很恐怖的情况 同样地就是再直白一点 好像那些蓝丝那些说法 你出得政府份量 你就不可以说政府坏话 同样道理 他们有他们艰难的地方 但是也是因为 其他一点就是说 你们现在说出得政府份量 香港政府现在已经协约到 或者高压统治手腕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最新香港接近会做人口补查 就是每五年十年就会做 census 和大census 其实在20年前我读书的时候 我都做过一次 人口补查时段就是10天而已 这10天政府会请一些中学老师 或者大学学生 或者中学同学去上门收集一些资料 不要理他资料怎么用 不要理他什么其他东西的问题 正常很简单这10天可能要出8千元 或者是给某一个同学 因为他帮忙这个project 大家都这么理解很简单 但是今时今日 香港政府所有东西都要推出来 让大家宣誓 你能够理解到 你说要逼立法会议员 区议员宣誓 公务员宣誓 推到医官局职员 护士医生宣誓 教师宣誓 但是现在 直接推到连这10天的短期公布业务员宣誓 所以接下来 就算是外判contract 数街的 做渠务的 所有的东西 政府都要在形式上宣誓 逼每一个香港人 在不同的角度 表达效忠 中国政权 和香港政权 我不是批评宣誓这件事 因为国安法 是不是我说的违法 但是这个政权是不是要协约到这样 要10天的短期的项目都要去宣誓 值得大家想说 我突然想起 作为加拿大人 我们入籍的时候 都要向英女皇宣誓 因为我们是英联邦的一部分 甚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在加拿大买屋 你是没有所谓土地权的 你是向女皇租借的土地权 那些东西其实不是你 但是你刚才用了一个字 很贴切就是你说 形式上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是一个恶心魔朗来的 是一个怎么说的 大家想起中文恶心魔朗是什么 说了其实它是智商矛盾的 你说是形式上的宣誓 因为你只需要这位人士工作10天 你也说你没有做错事 你不用怕宣誓 但是其实那个宣誓的追溯权 在你完成了你10天的工作之后 是说可能你一生都被这东西绑住 你只不过当中学读大学的时候 去找一份外快 但是你10年后 说那些不对的东西 他就说你当年宣誓了 你不可以这样 至少我在加拿大 我宣誓 我向入籍 我说我所谓校中英女皇 但是这些相比下 就真的是形式上了 香港 他不是要宣不宣誓 现在宣誓就放了一把刀在你的头上 然后一天 那把刀掉下来 斬到你的头 我说有什么情况就会说你遗誓呢 就算你说法庭判 那现在法庭 就是究竟47人 他做了什么违反国安法呢 到现在都没开审 没说他们做了什么的 只是不让他们保释而已 没正式开审 现在就是这样了 什么都好 首先把刀掉在你的头上 那我们也要再问 我自己心目中问Kent 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年代 在现在这个大时代 是个个头上都有一把刀 可能那把刀贴近你的头多一些 有些人是上一些 甚至有些人没有刀的 这样的环境下去 其实真的年轻人 你这样说可能太过笼统 但有没有什么说话 可以告诉我们的年轻人 老实说 如何走下去 有什么特别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很失败 或者我都不是一个很难够动息 世情或者很伟大地觉得 所有事情无畏无故地走下去 但是尽量走下去 尽量做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理解 揣摩 我想教的 我想耶稣的 神在你身上的旨意 或者历史给你的角色 每一个人的骗都不同 但是不会因为你的角色 不是走到最前 就是不重要 或者不应该 你在这个位置 背负你的东西 你支持你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支持不到就不要紧 没有人会怪谁 或者没有人可以怪谁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 那么尽量做 我跟我自己讲 我只是讲我自己而已 因为由选举 由十几二十年 由前我开始参与社会有行 参与社会运动 我都跟自己讲 我要战斗到底 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去坐牢 是去到死 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每一个人到底都有不同的定义 我尊重明白量解 会离开 或者会离开香港好 离开一条主战线好的人 但是每一个位都总有你做到的地方 有朋友是只是做影像 但我拍照的那个 那个说话 告诉别人的 有人是做国际线 有人是做什么都不做 只是做一个干维 做一个好的老师 做一个好的社工 不用跟大家讲政治 但是透过生活 讲到他的价值观出来 有人继续 从商赚大钱 不过他背后暗地里去支持黄色经济圈 或者捐钱给612 每一个崗位都是重要的 现在大家都不明白怎样走 不过我相信五年后 十年后 二十年后 大家看回那个历史 大家看回自己行为的路 可歌可歌 大家就会知道 尤其是在最低级下的时候 不是需要自暴自弃 或者怪责对方 而是需要大家好好地层住 忍辱负重好 背负更多的承诺 而负重前行 所以加油 一起行 我觉得很对 始终大时代 这个人可能作出什么改变 我们只能够继续坚守一些 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继续行 来到这里 我们也再次感谢Kent 以及在他身边 一直做他的守护神的初号机 初号机一直看着Kent 我也看到初号机很感触 很多事情 大家都是那句一在心中 虽然这样说很老套 是的 Peter 我们真的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Kent 因为我们跟Kent 聊了很多次 想叫他拿点时间出来 和大家聊天 很感激他今天可以白忙中抽空 跟我们在香港台的各位听众 分享一些心得和小故事 嗯 没错 有什么可以再找我 你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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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兄弟爬山 我们各自努力 在我们的岗位上 继续发光发热 好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那我们和各位听众 说声拜拜 拜拜 拜拜